國境最南端已經有一百四十一年歷史的 鵝鑾皮燈塔 文化部審議之後認定具有高度的歷史 和稀有性公告登陸國定古蹟 這也是屏東紀高平溪舊鐵橋 恆春古城之後第三座的國定古蹟 納入古蹟的範圍 包括燈塔 還有附屬設施 像是小炮臺 壕溝蓄水池等等 鵝鑾皮燈塔歷史悠久 曾經歷經戰亂 也是世界罕見的武裝燈塔 四周有壕溝而圍牆也有設計的槍眼 是墾丁國家公園重要的觀光地標之一